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应该是上一节讲的 但刚才上一节和LQ 缩短一点 第一宗新闻 我几天都有落九龙城的 连续几天 因为我很多时候都是在那些地方出入的 所以见到我是一点都不奇的 首先我要这么说 是多了很多车的这几天 因为它毕竟都有个泼水舌 真的会有些人过来玩 或者一些政府官员来视察 于是多了车的 车尾身视察 昨天我都很伟大 我约了我的按摩师 有些朋友给我的名字 他们都知道在哪里 我找不到车位 转到街上的时候 我没有打算放在楼下 车位在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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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摆開 我只得那里 所以这个地方搜索我也无法拆�到 所以我不忘。去 trapped someone 我不知道總之上是迟到现在 语言者说 Americans 那我按了一個多個小時 摸下來之後呢 屌你又沒事了 我覺得其實我都是 我有心理知道 因為那些警察呢 那天是很多警察 他們的心態呢 很有趣的 我研究那些警察 他們那天是下來做那件事 他不理其他件事 很奇怪的 明明這裏周圍拍 好了 當然都可能害怕 一個不小心抄到 那些特馬Sir 因為有很多警察 那氣氛怎樣呢 不要問我 OK 我們問一下 市民或者商戶 那這個呢 其實完了 叫龍城美食 撥水太繽紛 那這個城南道 就有一個車尾商市集 城南道 城道瘋了 賈兵達獨公園裡面呢 就有特色市集 電音表演 撥水活動呢 就八折 每折一個小時 其實一個小時 其實都很久了 玩得很累 那可容立 200人參加 OK 民政事務及青年事務局局長 麥美娟 出席活動典禮之後 問到 改在籃球場舉行 會否影響氣氛 和街道商戶生意 他說 市民呢 非常享受這次的氣氛 搬到九龍 搬到籃球場 規模少呢 是錯過 事實上 事實上 規模是比以往 擴大 以往 以往 整條街 不斷 一多球場仔 好了 至於 如果有市民在外面 撥水會不會 執法呢 他說相信 如果有人違法 相關部會 執法 我想問 可能射水 射水 射水那個 如果不介意 或者兩個 認識的 互吠 煩什麼事發 好了 他說 不過我不想去到那個地步 我們不要說那些 我們看一下 一個余先生 過去多年都參加過這個成立 南部舉行的撥水節 他認為氣氛不夠以往吸引 上個星期 他和女兒去荔枝閣的撥水活動 認為相較底下 荔枝閣的撥水活動 都人數較多 氣氛較好 因為荔枝閣是一條街道 那和兩個小孩入場的 劉女士就說 哎 昨天啊 迷你版來的 他說 他說 不過呢 在現場有音樂氣氛都很好 但是始終呢 講那麼多 都在街上好玩些 跟著他又說 在網上登記的網頁 亦都很難不找 還要登記 記了嗎 好了 好了 公園市集的攤販 就說 生意比沒有撥水活動時好很多 這個當然 因為平時哪裏都入了這間公園 但是本身呢 在九龍城 在九龍城 經營泰國餐廳 吳小姐就說呢 他呢 昨天全日生意額 就是兩至三千元 昨天的生意額到下午 已經贏了前日了 OK 不過 終然是這樣也好 跟過去 半水節呢 的生意比較呢 就是以前在這裏街上呢 就減了一半 嗯 那就是說 氣氛有沒有那麼好 那些人不玩 那些人 做生意的 就做不回以前的生意 嗯 就是搞壞了 你搞什麼傻事呢 那天越搞越壞 是嗎 喊笨 我真的不知道你搞什麼傻事 喂 在這裏街上 當然氣氛是好得太多 他説有沒有人 你如果無緣無緣無故 你會不會 什麼 如果是的 你就小狗氣了 你不要說我 而且如果你沒有心理準備 你應該有資訊 就知道那裏是撥水線 你不知行合作 人家肥了 然後你搞什麼事 就笑一下就算了 是嗎 你見到這樣人 他肥了水也知道什麼事 不是啊 你就笑一下就算了 如果不是的 你就不要進去 學一些官員話齋 你不在那裏現場就可以了 嗯 當然在街上氣氛好很多 而且這是一個祝福來的 好了 另外這件事 各位網友 有兩個教訓給我們的這件事 這兩個教訓呢 第一 第一 就不要賭錢 第二 更加不要打劫 因為打劫你走不掉的 我都說了 我已經千回百轉 整天在想 你做壞事 然後怎樣全身而退 真的很難 我不會說絕對不行 真的很難 話說 唉 其實講起上個禮拜 如果你們今早看見 即是昨天 即是上個禮拜有個 就走去勞軌 那女生下海 那女生下海 即是救她的 那女生下海 就又沒有了 即是昨天看新聞 那女生十五歲 所以我們看回那個 即是近來 即是2011年 她說 那個辯論 就是辯論 香港小孩開不開心 不用辯論 辯論 辯論什麼呢 是吧 好啦 觀塘巧明街106號 一間爪玩店 在前日 即是這個12號 其實應該是3日 前日 星期五 被察人持槍 搶劫 警方追查 之後 在案發的36個小時之內 拘捕了一名27歲的 南保障經紀 保障經紀來的 涉嫌 持下行劫 觀塘警區重案組主管偵緝督 督察梁萬怡 就交諾案件 好啦 4月12號 警方在下午1點10分 接報 說有一個男人 走入爪玩店 拿出一把槍 或者疑似槍的問題 指向店舖來一位客人的背部 要求兩名店員交出所有現金 成功搶去17萬港幣 和7千元人仔 大約18萬左右 和他無蹤 梁萬怡 即是觀塘警區重案組的主管 就說 他們接手調查之後 根據現場的閉路電視 警方發現 刺人在案發前幾個小時之前 就已經到達巧明街 在附近徘徊 刺人行劫後 然後 就往進業里方向 然後 跑過 觀塘道的行車線 然後 走上了一輛 在第三線交通燈前面 等候 等候專登的的士 因為我熟悉那頭 我就不特別在這裏解釋 你想想 他竟然一個盲眼位都沒有 哇 由巧明街 OK 跟著 跑往進業里方向 跨過觀塘道的行車線 去對面第三條線 中間 可能 會有一兩個位 慢了 但是 跟著就在第二部鏡頭接回 見到 OK 好了 上了的士 於是 就找的士 車行 就看回 行車線的閉路電視 和 途經車輛的行車記錄儀 為什麼有幾天呢 車裡面 的士裡面 未必有影響 但是 你看回 運輸署 行車線閉路電視 又看了他旁邊的車 有個什麼 有個 車鏡 用旁邊的車的車鏡 輔助 OK 看了那個行車記錄儀 當然就知道 咦 這個賊 在一個姚東街 很能跟我們 深水埗 下車 好了 警方立即到深水埗調查 先在他下車附近的垃圾桶 就檢獲 疑犯犯案時候穿的黑色外套 和他的鞋 好了 根據閉路電視 看見疑人 到達深水埗之後 也都曾經接觸過一對 六七十歲的男女 不知道是不是家人 然後 把部分款項交給女子 刷人之後 不斷穿梭 不同的街道和後巷 而且多次轉換裝束 還懂得挑選 武蔽路電視覆蓋路線 試圖 擾亂警方調查方向 這下就難了 大家有看過 那些什麼 真是道奇風 什麼意外的就知道 跟蹤那些 因為 你穿他 特地挑選 那個 沒有閉路電視的路線 但是 你終於都會在有閉路電視的地方 出回來 你如果中間 不如我們想 你穿著黑色衣服 進去 然後中間沒有一段 白色衣服 出回來 那你怎樣看呢 他們是有倫本事呢 將進去的人 一天 兩天 三天 四天 逐個看有什麼人進去 沒有這件白色衣服的人 然後又 逐個看 沒有這件白色衣服的人 然後出來 於是可以 估計你在這裏 沒有閉路電視那裏 是換了那些衣服 這樣逐格找 很多負荷資源 當然是負荷資源 但是你就走不走 好了 警方跟著 鎖定了身份之後 就在 14日 即是星期日 即是星期六晚 凌晨1點半 在賊人張均澳的住所附近 拘捕一名 27歲姓胡的本地男子 他報稱 是保險的 做保險經紀 據說 被捕人案發當日 凌晨4點 即是12日 是澳門返港 因為在過大海 就是澳門 書籃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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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明天走險 之後就計劃犯案 說你二百萬 你獲得十幾萬 不是 他獲得十幾萬 還有我想 他獲得十幾萬 為何要找一對聯絡的人 他擺得夠錢 才是行人的 他想拿著行人的 好了 好了 那麼 明天走險 早上決定犯案 他說 考慮劍堡地理 位置四通八達才下手 而手槍 是一支氣槍 他也大膽 這人 試發的時候 有閉路電視拍攝到 賊人行劫的畫面 他戴著灰色的鴨舌帽 口罩和眼鏡 穿著深色的襲衫褲 背囊掛在胸口前面 他的爪換櫃台前面 右手伸進袋裡 很有所動作 現場說 當時有一個49歲姓譚的男顧客 正在對淺 期間 這個賊人手持疑似搶槍 疑似槍狀的物體 指向這個譚的背部 再向31歲的聖陳女色而言 打劫 全部站在這裏 不要亂按鍵 我一定給你 十幾萬 但是 這個我不知判多少 要多謝 話說回來 我們會講的 下集 休息一會 我就要將我昨晚 在老海中設計的菜式 做一次我味 我味什麼的 我希望 我覺得應該會好吃 休息一會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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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